大家好,南花在栽种之后都会有一段时间的浮盆期 那么渡过浮盆期就说明南花的根系可以开始正常的吸收水分和养分供给植株生长了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判断植株已经渡过浮盆期开始恢复正常生长呢 其实判断方法很简单,从两点就能够轻松判断出来 首先第一点就是看植株的生长状态 我们可以看它的新芽或叶片生长状态 如果发现它的新芽和叶片有明显的生长趋势 那就说明了已经浮盆了 但是很多时候有些花友很难判断出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第二点就是看南花的叶片 南花在栽种之后因为根系没有恢复吸收能力 它的叶片可能会相对有点暗淡或是失去光泽 然后叶片可能因为水分不足有一点这个褶皱的情况 但是如果已经浮盆之后 它的叶片会变得鲜亮油绿 而且叶片非常富有光泽感 如果发现你的南花在栽种之后出现这两种情况 那就说明了它已经浮盆了 我们后期就可以慢慢的恢复正常的水肥管理 但是不要马上用肥 我们在栽种南花之后 至少等两个月到三个月左右 我们才能够给它适当一点薄肥就可以了 施肥的话直接用这种南克营养液比较温和 而且营养全面 对于这种刚刚栽种的南花就非常合适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